今天晚上要看 我們回頭來看 先拼仙 剛剛談到的長榮 哥哥跟弟弟派 真的是在先拼仙 還有誰在先拼仙呢 G7和俄羅斯也在先拼仙 現在G7祭出新的政策 不只之前我們前兩天已經談過 既運俄羅斯黃金之外 現在對油價 對天然氣又祭出了新政策是 要對俄羅斯的油封頂 什麼叫封頂呢 我們來看新聞 封頂意思就是我要限制你 價格的上限 你的這個油不能漲到超過多少 你的天然氣也定一個價格上限 問題是他做不做得到 長榮 給結論 其實我覺得這是口嗨 就是先講 講一下壯自己的膽 為什麼 因為美國很怕 這個價格一直噴上去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在夏天到秋天 沒有把價格壓下來 那肯定到了冬天 油價會噴上去 這個政策出來之後 油價也沒跌 沒有跌嘛 人壓還反映中國 對不對 油價去反映中國 卻不會反映G7的政策 是啊 所以如果有效 馬上就是跌 可是沒有跌 不然他還在漲 對啊 那為什麼沒有跌 其實我覺得有幾個道理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誰有四五孔 根本俄羅斯有四五孔 你看俄羅斯他其實有 雖然停泊在 大家看那個圖 雖然停泊在港上的 所謂的油比較多 可是你看他左邊這個 他賣到什麼 賣到很多區域是打黃色 大家看那個黃色是問號的 他就是什麼 頭頭賣 我說那個什麼叫頭頭賣 就是說我根本也沒有跟你說賣給誰 好 那現在來囉 阿關 G7他現在說什麼 他要訂油價的上限 什麼意思 就是要訂個天花板 沒有 這叫什麼意思 英國不是說不買 現在為什麼訂天花板 這表示要買嘛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你乾脆就說 你們都不能買 因為G7中間有國家 對不對 G7裡頭有中國 他的意思叫中國不會買就對了 對啦 就是這樣 可以買但是你價錢不能買太多 就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所以等於是某種程度的放水 對啦 你買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買那麼高 所以說你看 那其他的成員國 人家在買 我也可以買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前是本來訂出來說 我又制裁是 歐盟的制裁是 通通不能買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在這邊 就開始放水了嘛 所以俄羅斯怕不怕 他根本不怕嘛 我本來有都停在海上的 來 接下來那個黃色的問號 不知道賣給誰的 我就空明正大人賣 賣給誰 賣最多就是中國 印度 我剛剛說 中國跟印度嘛 這些他等於是真之眼 必之眼 好了中國印度你要買可以啦 但你不要給我買太貴 我現在訂一個上限 你不要買太貴的油 但是我讓你買 這個也有問題 來 我們來看油價 你看布蘭特 跟這個所謂的 我們這個紐約去年油 來 那我跟我問你 那什麼叫做訂一個上限 請問是訂比較高 還是訂比較低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嘛 他為了壓通膨 當然不能訂太高啊 好啊 那你說好 訂70塊或是訂90塊 現在大概知道 大概都他打七折在賣嘛 所以大概可能七八十塊 可是問題是 七八十塊是你私下交易 買這個價格呢 不是 七八十塊那是批發價 到市場的零售價 那不得了啊 沒有 一個是批發價 第二就是 根本是見不得光的價格 就是偷偷私下交易 如果訂出來 哪有可能說 我紐約清原油跟布蘭特原油 訂80塊公訂價 那OPEC哪理你啊 OPEC不理你 OPEC這個期望 不叫馬上殺盤了嗎 那不可能嘛 所以我認為其實機率不少 那機率不太可能 不大 不大可能 就是對市場的效果 也就是壓抑油價的效果 非常有限 對 不可能 你訂太低呢 OPEC會抗議嘛 對 訂太低也不太可能 那你訂高了 那就不用訂了啊 是啊 所以說 那這個訂價是誰訂 所以說其實七個國家 不可能有這個 所謂的結論 那最後我們剛剛有 那他說現在天然氣要封頂 天然氣要定員上線 好 那這個又更難了 那天然氣 對 跟妳講好 因為歐洲的反彈很大 有 就已經不太可能了 天然氣更不可能 其實你看 在這個所謂的G7裡面 其實你看這個德國 法國 是 基本上 在這個所謂的天然氣方面 基本上它怎麼樣 它都很缺 我基本上這麼缺 你看法國都要重啟核電 那我再把什麼 天然氣訂一個上線 不就讓俄羅斯怎麼樣 我就直接用上線賣就好了 不是 俄羅斯就斷氣 對啊 你要訂一個上線 你說你多少錢 以下才跟我買對不對 我不賣 我不賣 最可怕的是 俄羅斯最後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那價錢歐巴刀賣 我就斷氣 那斷氣就完蛋了 對 你就要聽我俄羅斯的 我可能有聽你G7的 對不對 因為貨是在我手上 我游我還可以跟別人買 但是天然氣不容易 所以我們看這張圖 我特別讓大家找 現在唯一有解的就是什麼 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的LNG的 這些所謂天然氣的船 基本上是運… 從美國運到歐洲去賣 所以如果能夠緩解 也是這個時候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個 重點就是說 真的現在的通膨跟那些油價 一定要在秋天的時候打下來 你油價沒有打下來之後 天然氣的旺季是什麼 就是在冬天 整個又會噴上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重點就在於說 整個歐洲的電價真的很怕 很可怕 已經漲了27% 我們再說什麼 台灣漲15% 我說真的 沒有人喜歡漲電價 可是歐洲的電價 燒油也好 燒碳也好 燒再生能源也好 通通都是怎麼樣 大幅的上漲 我們上次有提過 本來是什麼 燃煤挖煤礦會影響到啤酒 現在德國人又浪費 現在連什麼 連玻璃都製造不出來 因為製造玻璃 玻璃做酒瓶 它要耗很多電 所以現在的 德國的這些啤酒廠商說 不然我們吃鋁罐也好 玻璃都滑到做 玻璃做不出來 為什麼可以做 很貴 因為要耗很多電 所以現在我覺得 可能大家可能要去搶 玻璃瓶的這個罐子 最近玻璃也漲一波 先跌下來再反彈一波 所以現在變什麼 民生用品全部都在上漲 所以歐洲其實真的是撞不住 撞不住 其實嚴尊到這邊 我認為要特別留油 可能會有亞洲市場的能源恐慌 亞洲市場能源恐慌 對 能源恐慌 其實我們就提到 最近包含斯里蘭卡 整個幾個國家 大家知道買油 排隊買油 對不對 他基本上是把 斯里蘭卡總統出來說 這是在排隊買油 買油就買油 說我們撐不下去 我們沒有油 因為他們最大的油商 基本上就倒了 他沒有油 根本什麼油太貴 然後他們之前其實 做一帶一路花了很多錢 所以欠很多銷 現在他國家又怎麼樣 又物價大幅的通膨 我們之前提到 基本上斯里蘭卡這個國家 他的殖利率高達30幾% 所以標誌怎麼樣 金蘭國家沒錢 政府收不到錢 所以大幅的什麼樣 大幅的現在是經濟的衰退 政府發債 發債 給人家30幾%的利息 沒有人要 人家會覺得你還不出來 做一個收尾 亞洲能源危機一觸即發 我們請昌星帶我們來看各國 那各國怎麼看呢 那今天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有志一同 我們很多人看的都差不多 譬如說 我兩次都在動了 雖然算可以用中心電 對不對 壓力也說 聯合再生是我上禮拜講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都講過 這些都不錯 那我今天給大家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這一類跟所謂的電有關係的 包含電網 太陽能 其實現在真的比半導體好 所以就算你閉著眼去去設 我認為都比這些半導體 IC設計來得OK 那今天我特別來講個不一樣 我來講安吉 安吉做太陽能 6477 對 6477的安吉 來 我們看下一張 來 我跟大家講的是這樣 我一樣都會看籌碼 散戶的籌碼開始降 主力的籌碼開始進來 好 第一個他先拉起來 有人說拉三根不追 拉三根叫做散戶不請自來 好 不要追 但是我認為這個跳空缺口 它是有意義的 它等於是什麼 把下降趨勢線給突破 所以這個第一個 我認為它的技術線型不錯 所以它比是偏多的格局 好 那它有沒有賺錢 其實賺得不錯 它賺得不錯 那接下來的第二季 基本上的太陽能發電的 電能的回充 基本上會比第一季好 因為第二季是夏天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的 第二季的EPS應該會提升 所以我認為觀察這樣的 所謂的一個太陽能族群 也是你參考一個標的 好 去年我們說 你口袋的持股名單裡頭 不能夠沒有半導體 今年年初我們說 你口袋的持股名單裡頭 不能沒有電動車 那此時此刻我們要問 我們口袋的持股名單裡頭 是不是不能沒有結能股 請舉拍 好 我們看到有四個圈 大家通通舉圈 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帶你來關心的事 在今天是6月28號 所以倒數計時滴答滴答 只剩最後兩天了 投信要怎麼交成績單呢 在今天我們看到很多投信的 停損賣壓出籠 像創圍 像得圍 可能因測息嗎 殺到跌停辦 所以最後兩天 怎麼觀察投信的動作 蔡總 投信專長是在中小店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今天的賣超 今天大賣滑溪 對 之前的兩的 中鋼也賣不少 還有像新唐等等 所以有些股票 投信可能掌握新的一個證據 但先前的判斷可能是錯的 我們來講 為什麼今天創委 殺到這個跌停 跌停辦 投信以前認養很多 最多還有三百三十幾塊 現在已經跌停了 到一百四十八點五 我們來看一下問題在哪裡 創委做USB控制晶片 這個本來IC設計 大家是看好這一塊的 但是你看不對勁了 第一季的EPS3.93 四月的話 單月0.85 五月 五月的營收是 我講過 降到了九個月的新低 但沒想到EPS只剩0.49 打五折 我告訴你 大部分的法人 都年初的時候 估這家公司EPS16塊 現在看起來不可能了 我看今年連十塊都沒有 按照這個速度的話 為什麼 現在我要告訴觀眾 很嚴重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功過於求 現在很多的客戶 開始要調整庫存 開始那個砍單 所以他們的報價 當然公司不會講 這種東西我為什麼要講 對不對 但是報價都鬆動了 以前賣一百塊的 現在搞不好五十塊都賣不掉 更擔心的是 之前很樂觀的買很多的 那現在後悔了 就會全面殺出 像投信就是 對 我們來看6104的這個送 他之前估到16塊 他發現沒有辦法收16塊 我們把它當一個例子 你來看他的K線 他持股太多了 我們時間稍微拉長 你看 他雖然從那個三百多塊下來 在這一段時間大約在兩百 有兩個多月 兩百一跌破就有人買 就有人買 像這種景氣沒有那麼 就開始變不好的 股價又撐了很久的 這個下去會很大的幅度 一定會很大的幅度 你看投信一路賣 因為他之前倉庫時 在堆太多貨了 對 那這個景氣變化 我現在告訴大家 重災區會在IC設計 今天疊最多 不是那個成熟製程的經驗代工 好 我們回到公格 所以IC設計 會是重災區特別提醒 另外一個IP的部分 大家認為IP是簽契約的 價格不會掉 但是我告訴你 客戶也會重新預約 自然你看投信最近 一個月的持股20 已經降到13 再過來 大家本來認為 車用二級體 二級體應該是沒問題的 大家都很看好 現在出狀況 現在報價開始鬆動了 所以你看投信三天前20% 現在已經降到17% 德偉今天就灌到這個跌體 回頭一看 已經殺了很久的蓮花科 投信最近去買一點 但是他今天還在破底 蓮勇還有瑞育 所以我覺得IC設計可不可以買 一定要先看這三檔 蓮花科 蓮勇 瑞育 什麼時候他穩住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沒有那麼快 客戶的調整 第三劑的庫存 可能至少還要調整一劑 先來聽你的聲音 誰呢 女士 都穩住